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頻道,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職遊戲室 上次帶大家看玩皮狗前總檢嘴砲Sony關閉新名特工工作室很不負責任 今天要來繼續笑這款已經入圖的遊戲 能吸引流浪的題材,怎麼可以輕易放過呢? 我要榨乾他的殘餘價值,讓大家笑到最後 我們都知道新名特工會失敗主要是因為太多噁心玩家的正確元素 然而開發商像是鬼蛇眼般什麼都看不到也不想看 所以我們就讓Sony常常最多只有697人在線上試什麼滋味 而最近,PlayStation的CEO實時預述在會議上表示 要吸取新名特工的失敗教訓,並從《絕地戰兵2》汲取成功的經驗 未來還會專注於單人遊戲 拜託,就不能打開天窗說亮話嗎? 直說正確就是失敗的主因,有這麼困難嗎? 這樣拐彎抹角很討人厭,也不會讓玩家覺得你們真的有吸取教訓 《絕地戰兵2》沒有角樓造作的正確 它就是一款猛男拿槍射從子跟機器人的硬派遊戲 也有印象深刻卻又不震驚的搞笑時段 要讓敵人深刻體會什麼是民主跟空襲 下班後劃山跟ODST有親戚關係的戰兵大殺四方 絕對能讓人忘記工作時的不愉快 而且不只讀樂樂,大家還會很自然的互烹飲半重樂樂 《絕地戰兵2》就是有這種魅力 至於新名特工 即便玩法不算太差,畫面不算太糟糕 但角色又醜又正確 光這樣就夠到人胃口了 就算免費也沒人想玩 要在路邊也根本不會有人想撿起來帶回家 甚至還會踩個兩腳,呸個彈 當個老阿嬤是有什麼樂趣 當個畫怪裝的胖子是有什麼好玩 下班或放學後玩遊戲是為了放鬆 而不是讓血壓飆升耶 所以這位CEO 你現在知道投入的幾億美金為什麼全都浪費掉了嗎? 不是單人戰役還是多人對戰的問題 也不是全新IP很難吸引玩家 而是正確啊正確 就算是你們拿手的單人戰役 只要主角是個黑人同性戀少數族群 罕見疾病環保素食主義聖母 玩家一樣不會給你好臉色 把那全正確員工全部開除 還給玩家極樂淨圖 就能讓財報比較好看囉 有時候真想把正確角色的酬臉 換成好看的臉蛋 這樣玩的時候比較不會難過 如果想要這麼做的話 那麼大家一定要來試試看 功能強大的Face Play 你們看,上面這一行有這麼多模板讓大家使用 絕對可以玩個夠 不管是流行的迷音 還是經典的電影場景 應有盡有 拍幾張照片後按照指示就可以換臉囉 看看這個香蕉君 我把野獸先輩的臉換上去 一點也不違和 有夠強壯的肯德基爺爺明明是個白人 但把Coby的臉換上去也不會覺得奇怪 周星馳在大話西遊飾演的至尊寶 能看出我是換上誰的臉嗎? 就是那個你在大聲什麼啦的陳平偉 就連帥氣男神劉德華 也可以瞬間變調成傑哥不要的教育片 還有主打的自定義換臉選項 可以自由上傳照片或影片 然後把臉換過去喔 這麼有趣的成果 當然得推薦給親朋好友 或是分享到社群讓更多人看到啊 趕快掃描這個QR碼 或是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一起加入FacePlay的換臉行列吧 看完了業配 我們把話題拉回來 前陣子 暗龍紀元殺葬守護者發售 雖然這款正確作品在首作就創下8.9萬人在線的亮眼成績 怎麼有這麼多人喜歡吃正確大便 不過最近有人爆料 這款遊戲的總銷量大概才50萬份 比星際大戰黃命之徒的100萬還要少 殺葬守護者開發了10年 這成績真是亮眼啊 跟最後3萬12的3400萬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外 知名實況主Xmongot被暗龍紀元的Reddit版封鎖 更扯的是 就連訂閱XmongotReddit帳戶的網友竟然也被連帶封鎖 即便Xmongot想發一篇稱讚殺葬守護者的貼文 也得先經過審核 好笑的是他那篇送審貼文馬上被刪除 讓他直呼版主是不是正好在收看他的直播 那個獨裁版主給出的理由是 由於Xmongot的社群粉絲已在違反本版的規則 我們決定採取預防措施先一步全面封鎖 好讓本版可以把話題集中在對遊戲的相關建議 而非反對覺醒文化 政府怕人民亂講話勞亂皇城安寧 所以把所有人的嘴巴縫起來 這樣就天下太平 這種做法不僅被人詬病而且還會罵得更用力 開發商也會自以為遊戲很讚很棒 殊不知缺點一堆然後只會怪玩家沒文化 只會檢討別人卻不會看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怎麼跟某檔那麼像啊 看完了讓人想吐得正確 接下來要讚美的是韓國的金橫泰大哥 上個月金大哥接受採訪 對記者說 我設計的性感角色並不是有意為之 只是順從直覺 玩家跟我都很喜歡性感的角色 而且也渴望這類人物 設立女神 尼基的工作團隊有不少女性設計師 而他們一點也不排斥 這樣就對了啦 知道玩家要什麼並滿足他們的需求 自然就會有很多人心甘情願掏出錢包支持 不僅如此 還會有一堆老司機上傳自己的作品 更能炒熱話題 進而賺更多錢 真希望Sony的CEO能跟隔壁的韓國多學學 不要只會學壞的 不然很快就會被韓國超車喔 而說到金大哥 劍心又贏了一波大更新囉 11月20號會更新與尼爾自動人型合作的DLC 化身漂亮的2B和A2斬殺奈提巴 另外還有萬能的照相模式 可以讓老司機調整各種角度進行拍攝 此外新增4套讓人硬棒棒的漂亮服裝 穿得美美的拯救世界 據說這次的新服裝 請來了鷹雪皇當真的模特爾 那個說沒看過真正的女人的法國Ign肯定又要崩潰 真希望遊戲節能多一點像金大哥這樣的人才 這樣大家都能玩得開心又勝虛 前陣子美國大選 幾家歡樂幾家愁 愛玩遊戲的各位 又是支持哪位候選人呢? 根據爆料 大選結果出來後 洞室內部悲痛欲絕 有人哭哭 有人恐慌 有人請假早退 有的跨星別者在討論要去哪裡買槍保護自己 不過不管怎樣 知名的橘黑學術網站都是最大贏家 當確認川普是白宮的主人時 橘黑學術網站的流量立即飆升 有專家解釋這是因為選民要慶祝或愛到 就會上橘黑學術網站找題材 才導致網站的流覽量上升 對於紳士們來說 開心就來一發 不開心也來一發 平靜時來一發 升官時來一發 老婆被別人睡走了也來一發 家人過世來一發 反正不管怎樣 色色不需要理由就對了 一開始我們笑Sony 最後也來笑Sony吧 各位知道梗圖裡的人是誰嗎 他是住在巴林的PlayStation重度玩家 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百金獎盃 在2018年還獲得近視世界紀錄認證 然而這位超強的男人 卻氣到宣布永遠也不會再玩PlayStation的遊戲 Hakun在9月9號的時候發現他的帳戶被永久封鎖 幾天後 他收到不明使用者的私訊 說他與很多玩家的個人資料被PlayStation的員工賣掉 Hakun把這消息反映給客服 結果客服不僅沒有幫他調查或平反 還指責他有多項違規行為 像是用作弊手段在短短幾個小時內 就獲得遊玩時間需要超過100小時的百金獎盃 在29台PS主機登陸2000多個帳號 剛開遊戲就破台 雖然官方後來復原他的帳號 但Sony仍然切斷與他的合作關係 先不討論真相為何 Sony的CEO這個月不是才說 強制連線PSN帳號 是要保護每一位玩家 讓所有人都能安全玩遊戲嗎 怎麼這麼快就被內鬼打臉了 所以強制綁PSN帳號到底有什麼好處啊 是想要給沒人關愛的玩家 可以被詐騙集團關心嗎 何況有些國家就不支援 是要綁個毛啊 那麼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內容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想知道為什麼美國會比中國邪惡的話 也歡迎點擊左邊的影片喔